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,我们楼下的张叔叔。 每天早上起来口干口苦,舌胎也比较厚,平时多梦,入睡困难,身体特别疲倦,不想动,嗓子有痰,胃胀,眼干,手脚心发热。 到医院检查发现,肝毒严重超标了,原因是肝育引起了化火的情况。 肝育化火,会侵犯到很多的脏器,例如肝育范胃就会出现胃胀,食欲不佳等症状。 皮主四肢如果肝育克伐皮土,就会出现浑身皮乏无力,不想动的情况。 肝育化火之后,火会灼伤身体内的水分,就是中医常说的筋液,就会引起口干,还会出现多痰的情况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位老中医推荐的养生保肝养肝食疗方。 每周吃一次,体内肝毒排干净了,腰不酸了,口不干了也不苦了,眼睛也不干涩了。 晚上也不失眠了,精神也越来越好,我们首先准备一个柠檬,说到柠檬。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,尤其是在夏季,天气炎热,走在街边也是看到人手一杯柠檬水。 喝起来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口感,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而且,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、柠檬酸、苹果酸、高量钾元素和低量钠元素。 对于人体健康十分有益,在平时生活当中可以多喝点柠檬水,也有助于养肝护肝,提高肝脏解毒功能,保护肝脏的健康,也可以保护肝细胞免受自由基的破坏。 柠檬是一种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的水果,具有许多对抽烟者有益的特性。 柠檬中的维生素C有助于肝脏排毒。 抽烟会摄入大量的有害物质,肝脏需要处理这些毒素,而维生素C可以增强肝脏解毒酶的活性,加快有害物质的代谢和排泄过程的速度。 其次,柠檬中的抗氧化剂有助于减少自由基的损害,进而减轻肺部的氧化应激反应。 建议经常抽烟的人每日早晨醒来后喝一杯温水加柠檬汁,以促进肝脏排毒和改善肺部健康。 我们把柠檬洗干净,先对半切开,再切成片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,再来准备一块南瓜。 南瓜中富含粗纤维、蛋白质、维生素A,是黄醇与矿物质,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多吃南瓜可以起到养肝护肝,除此之外,南瓜还富含果胶,可以清除人体内的有害物质,减轻肝脏的负担。 建议大家历秋后平时多吃一些南瓜,南瓜当中含有维生素、果胶等营养物质当吃。 南瓜可以帮助修复肠道粘膜,促进肠道内毒素的排出,减轻肠胃负担,起到养胃的效果。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淀粉、蛋白质、胡萝卜素以及各种维生素,还有矿物质等。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。 不管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,都非常的受人喜爱,而且南瓜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 男性吃南瓜能够有效地治疗前列腺肥大,还能够预防前列腺癌,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。 我们把南瓜切成小块,切好后放入小碗中备用,再来准备一个西红柿。 西红柿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,营养价值比较高,里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A等多种微量元素。 适当地吃些西红柿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垃圾与毒素,对于保护肝脏有一定的好处。 西红柿属于低热量、多营养的果蔬,乳肝、皮、胃、肺、肾五精、富含胡萝卜素、VB、VC、VP、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。 具有凉血瓶肝、养阴生筋、清热止渴、健胃消失等功效,同时还具有美容、解毒、去脂、减肥的作用,可谓是脂肪肝很好的饮食加选。 把西红柿洗干净,对半切开,再切成小块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,再来准备一个胡萝卜。 胡萝卜是有效的排毒食物,它含有的大量果胶,可以与拱结合,有效降低血液中拱离子的浓度,加速其排出胡萝卜中的维生素A能够协助肝脏排除体内毒素,减少肝脏中的脂肪。 胡萝卜中的纤维素还能帮助清理结肠中的垃圾,并加速将其排出体外,要想把胡萝卜中的营养释放出来,需要在烹饪中进行加热,或者通过机械作用,如榨汁或者充分咀嚼,这些方法能让类胡减素的可用量增加6倍。 胡萝卜内含的维生素A,它可以帮助肝脏排除毒素,溶解肝脏的脂肪,而纤维素还可以清理垃圾,要想释放胡萝卜的营养,烹饪时就要进行加热,也可以研磨为粉末,榨汁等都可以。 此外,由于类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,因此,胡萝卜最好加油烹调,或者跟含脂肪的食物一起食用。 我们把胡萝卜切成小块,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,接下来,我们把所有食材全部倒入锅中。 先开大火煮3分钟,再开中小火煮15分钟,制作视频不易。 朋友们,小安每天都在用心教大家做养生,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,时间到了,我们看一下。 一道美美的南瓜胡萝卜养生汤,我们就做好了。 每周喝一次,体内肝毒排干净了,腰不酸了,夜里也不失眠了, 口干口苦也没有了,眼睛也不干涩了,身体越来越好,看着年轻20岁,好了。 朋友们,家人们,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健健康康,平安幸福。 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 。